各位老師、評審大家好,謝謝你們查閱我們的專題作品 在以往設計藝術器專的時候,我們都是以2D的方式來畫圖建構圖案 然後再把它砍進一塊塊裡面 但是我們為了更貼近實體造型,於是我們選擇了3D繪圖 這張圖就是我們3D畫無碟的3D繪圖成果品 然後這個是運用3D繪圖建造出來實際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個圖片是非常相近,一模一樣的 那接下來我為大家介紹我們的設計理念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張圖有花包跟競品 當初我們依照比賽規定,我們抽籤到的主題是花 於是我們從花裡面找到花包 好,我們為什麼選擇使用花包當主題 原因是因為花包上面的花瓣 我們有信心使用磚塊來呈現它的層次感 至於上面的蜻蜓,我們經過討論之後 由於它的身體細長,我們使用磚塊並不好呈現它修長的身體 於是我們把蜻蜓換成了蝴蝶 在設計圖案一開始,我們使用最原始的方法 平面2D的方式把它畫在黑板上面 而且模擬磚塊出來,然後把整個花瓣疊的想法給放進去 但是經過老師的幫助與協助,我們走向了3D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把磚塊完整的呈現出來 用3D會有完全的呈現出來 在每一塊磚塊我們在會圖軟體裡面 我們可以在裡面做切割、排列、調整都可以做到 大家可以看到花蝴蝶在3D裡面的粗稿 就這樣呈現出來,圖案都已經呈現出來 我們為了讓作品可以擁有美觀或兼具實用 所以在旁邊設立了這一張椅子 給觀賞者乘坐 在整個設計圖定案之後 我們需要把作品的每一層用刷列方式把它攤開來 並且在上面加標注 我們使用標注的方式可以明確的讓細磚手以及切磚手 可以看出精準的規格以及它的排列方式 讓作品完美的呈現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作品跟當初3D設計是一模一樣 來,我們先看到這一塊石頭 我們原本是想要利用施作時切除下來的廢磚 來把它用混凝土拼貼成一個石頭 但是在施作當場我們發現這一塊石頭 更貼近整個花蝴蝶的椅子 於是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我們當場又發現說 我們的椅子讓觀賞者 磚塊上面的邊邊角角 會讓觀賞者感到不適應 在乘坐時感到不適應 於是又做了編修 那這樣子的邊修可以讓觀賞者乘坐時 可以感到更舒適的感覺 並且增加它的耐用性 以上就是我們的專題報告 謝謝各位老師